问你做过角色阐述吗 我没有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在一个文化产业园去试戏 可能就 18 19岁就去试戏 试的是一出好戏那时候 我从中午的12点试到老板上的 七八点八九点 就那一天就在干这个 不停的换题目 然后进去做练习 可能跟我那次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是手心冒汗 但你要完全顶住压力 完全放松下来 展现自己 那最后做到了呀 没有 那是一次很宝贵的经历 我们看到了他们在结束了 整个激烈的竞标之后 回去接收到了自己中标的消息 那种欢乐 而且我记得林梦祥之前说过 说他不太喜欢仪式感 他是去仪式感的人 去仪式感的人 刚才这一幕 生动鲜活地证明了 一切说自己去仪式感的人 不喜欢仪式感的人 都是嘴硬 有一种性格是这样的 就是那种幸福一旦来了 他不停地要跟自己说 保持距离远离远离 退后退后不要不要 他要老担心 到底配不配得上这种幸福 可能没想那么多 也许就是害羞 就是羞涩 就是心里也有 这也是一类 我就特别怕在剧组过生日 真的 对 在剧组过生日 然后全组搞个什么仪式 生日快乐 然后全组 说死 但是我觉得像他这个 郭生日是那种 就是特别真诚的 那说你以前的所有的同事 跟你过生日都不真诚 不是啊 我觉得挺真诚的 你先说才不选 就是郭生日的 谁叫说话呢 你都不真诚的 挑事第一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илось 慢อน